第十五课 教育孩子的艺术 课文一 李老师建议王静让孩子养成好习惯 那个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的男孩子是谁 表演得真棒 是我孙子 去年寒假前的新年晚会 他也表演过一次 我想起来了 这孩子又聪明又可爱 你们教育得真好 使他父母教育得好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 他父母不仅教他知识 而且还花了很长时间帮助他养成了非常好的习惯 现在他每天都自己练习弹钢琴 让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实在太重要了 看来我得向他父母好好学习 对 如果希望有一个优秀的孩子 你就要先成为一位优秀的父亲或者母亲 生词 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 别提了 我女儿昨晚做作业又做到十一点 睡觉太晚 对孩子的身体没有好处 最近孩子做作业 主要是他做事情比较慢 比如 早上闹钟响了 他不行 我赶时间送他上学 他又急着上厕所 每天因为这些小事批评他 弄得我俩心情都不好 孩子做事慢 往往是因为他们不会安排自己的时间 你应该让孩子学会管理时间 看来还是我的教育方法有问题 平时看他做事情慢 总想替他做 以后得让他学会安排时间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生词 闹钟 想 醒 赶 厕所 批评 弄 管理 课文三 王静和孙悦讨论表扬孩子的方法 明天又要带我儿子去医院打针 想想我就头疼 他就怕打针 每次打针都哭得特别厉害 记得我女儿小时候 带他去医院打针 刚开始 他害怕得要哭 我就小声地和护士说 我女儿很勇敢 一点也不怕打针 女儿听了以后 马上就不哭了 原来 鼓励和表扬 对小孩挺有用的 下次我也试试 不过 表扬也是一门艺术 表扬 千万不要太多 过多的表扬 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不仅起不到鼓励的作用 还可能让孩子怀疑自己的能力 变得没有信心 那怎么表扬孩子才会更有效果呢? 我认为 表扬要及时 而且 表扬不仅仅要看结果 更要看过程 这样才能鼓励他的积极性 让他变得勇敢 不怕困难 生词 打针 护士 表扬 千万 怀疑 课文四 有的孩子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会通过哭 扔东西 或者故意敲打 来引起父母的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 建议父母先不要生气 应该停下手中的事情 陪孩子整理整理东西 和他们聊聊天 弄清楚他们的问题 父母的关心 可以让孩子心情愉快起来 教育孩子 应该选择合适的教育方法 最好不要为了解决问题而骗孩子 这是因为儿童缺少判断能力 看到父母骗人 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 生词 故意 敲 整理 合适 骗 儿童 假 课文五 七岁 七岁左右的儿童 普遍好动 坐不住 所以老师在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时 一定要想办法引起他们的兴趣 只有让他们觉得 你教的内容有趣 他们才会愿意努力学习 当孩子不明白时 应该多鼓励他 不要用懒 笨 粗心这种词批评他 这样 对他们的正常发展不好 而且 对不同性格的孩子 要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 如果孩子比较骄傲 应该让他明白 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 要是孩子性格有些害羞 就要经常鼓励他 说出自己的看法 这样 才能让每一个孩子 都健康地发展 伤词 左右 懒 笨 粗心 骄傲 害羞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